中美战区司令通了电话,会聊哪些内容呢? 菲律宾政府的心就悬了起来 大家好,根据我国国防部的消息 10号上午,中文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 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举行了视频通话 两位司令之间聊了些什么呢? 这其实也并不难猜 我解放军南部战区和美军印太司令务重叠的辖区中 只有南海这个地方最为关键 换句话说,美国在中国周边刻意制造的地缘摩擦中 我解放军南部战区和美军印太司令部 是最有可能发生直接接触的两大战区 尤其是在最近这段时间 我南部战区的主力舰队几乎都在南海 而美军军舰时常也打着所谓的航行自由的旗号 在南海的敏感岛礁附近到处乱逛 在我国防部放出的我军战机驱赶外军战机的视频中 大部分也都是南部战区在和美军印太司令部下下的部队 在交手 所以说南海绝对是两大战区司令绕不过去的话题 但在美国的角度来看 这次的对话机会是制造中美关系缓和假象的好机会 美军高层三番五次公开表示想要和我解放军建立对话机制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美军他并没有任何想缓和中美关系的打算 也没有放弃在敏感地区侵犯我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想法 所谓的中美两军对话机制 其实它就是美军防止局势滑向真正失控的最后手段 毕竟美军他也怕真的就打起来了 但在我们中国的角度来看 这次的对话是在为北京香山论坛埋下伏笔 众所周知 即将举办的北京香山论坛 是全球最重要的安全对话平台之一 主要议程包括国际安全合作和亚太地区的安全 自为主办方的我们中国自然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中国的确在为亚太地区的和平所贡献 在南海局势急转直下的关键时刻 我解放军与美军展开了对话 实际上就是咱们在给北京香山论坛来伏笔 但是中美两军高层对话 却是菲律宾政府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前一阵子菲律宾在仙兵礁可是闹得很凶 想在仙兵礁再制造一个坐摊的军舰 而海警海军在短时间内便组建起了规模庞大的护交舰队 把仙兵礁围了个水泄不通 菲律宾屡次冲闯无果 在最需要美国支持的时候 美军却无视了菲律宾的殷切期待 印太司令帕帕罗却和中国展开了对话 尤其是美国也表示要参加北京香山论坛 这让菲律宾的心就悬了起来 生怕美国跟中国搭成了什么协议 就放弃掉菲律宾 说到底啊 和乌克兰一样 菲律宾它只不过是美国在南海的一颗棋子罢了 需要的时候 它菲律宾必须冲锋在前 不需要的时候 美国随时可以卸磨杀驴的 如果在北京香山论坛期间 菲律宾再闹事那就更好办了 在大家谈和平的时候 菲律宾站出来搞事 岂不是进一步坐实了 菲律宾才是南海 乃至亚太地区霍乱根源的罪名吗 不过啊 南海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找机会 尽快彻底解决掉 不然 它菲律宾总会成为 美国干涉亚太局势的一个借口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